毒品和善因对个人和社会的危险性 一切赞颂传归真主 众世界的主 阿拉在古兰经经中说 你们不要自逃亦灭亡 你们应当新鲜正主的确喜爱新鲜的人 我见证万物废主 唯有阿拉 独一无恶 我见证穆罕默德是阿拉的仆人 及其使者 求阿拉赐福于他及其家人 以及所有生们弟子和恳随他们的众人 直到报应日 理智是阿拉赐给人类最大的恩惠之一 人类也正因此而有别于其他物种 理智是责承人 人类执行阿拉的各线智能的基础 也是思考和理解的基础 阿拉曾经历经过那些不珍惜这种恩惠的人 阿拉说 难道他们不明白不明理呢 又说 难道你们不应该想象吗 又说 只有学者能了解他 阿拉又说 我确认为你们解释了许多极限 以便你们明理 还说 对于有理智者 其中却有许多极限 哈善巴斯利真有秀了 他说 如果理智可以购买 那么人们一定会把他的价格抬得很高 那么奇怪的是 既然有人用他们的金钱去购买 让他们失去理智的食物 因为理智思考和理解力 在伊斯兰中有着很高的地位 所以 这法 特别规定了许多保护理智的措施 他坚决所有对理智有害的食物 也禁止任何回事人去取理智的食物 阿拉说 圣道人们研究读博白线 求他 只是一种灰心 只是恶魔的行为 故当原理 以便你们成功 牧生说 曾经与圣门弟子的事与我与你们订阅 不以任何物赔真主 不要违背真主的精灵而杀人 除了非因为正义 也不要通见不讨到不喝酒 而牧生所说的不喝酒是包括所有男士人 麻醉的食物 不管他们被叫做什么名字 因此既然黑酒是被禁止的 那么所有世人失去理智的食物都是被禁止的 无论是饮料 气味或蒸汽 牧生说 因为我们确立了一个不随不随时间 地理环境和人群而改变稳定的基础 牧生也说明了酒或各种麻醉品的特征 牧生说 凡是世人麻醉的都算酒 凡是酒都是非法的 谁在今世喝酒 在何时就喝不到 除非他嫌阿拉前回 从以上内容我们可以知道 只有这个词是对世人麻醉的所有事物的总成 问问人们如何窍利明目 只有这种东西会醉人 不论是食品或饮料都是非法的 牧生说 连多醉的人连少也是非法的 要说我们的文脉当中将有部分人研究 并且窍利明目 牧生眼力经过了接近酒的人 无论是研究者 无论是研究者 埋究者 或念究者 埋究者 埋究者 念究者 送究者 研究者 研究者 和处究者 要说 随心阿拉 和末日 就不要坐在有人 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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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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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边里,然后他把手扣进嘴边,当他们温度起位后,就立刻避开了。 阿普、奥马说,这个人不知道自己把手放在了什么地方,于是他从此结局。 有传说提到,有神明弟子人问阿普、奥马说,你在明威时代喝酒吗? 他说,我求阿拉其友,免造恶魔侵害。 他们问,为什么?他说,我不喝酒是为了保护我的真草和男子乞丐,因为谁就无法保护他的真草和男子乞丐。 先知,得知道后,对他们说,阿普、奥马说得对。 阿普、奥马说得对。 毫无疑问,事实也是证明了,吸毒和善因必定会破坏家庭的和母亲气氛。 使家庭分离去,使家庭成员反目反戳,刺猬吸毒者会善示道德主人者和人类的情感。 这些都会导致社会上许多小类的现象的出现和扩散,如骚扰、离婚安利振脱、家庭不和睦等等。 从而导致各类犯罪身心,其中包括淘汰、杀人和钱监兰大罪,吸毒者不顾自己的行为的和果,也不顾他所犯罪过的和果。 因为,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义人和凡事获得麻醉品。 麻醉品有多少战火因他而点燃,有多少富人因他而变穷,有多少健康的人因他而心燃烈,有多少尊贵的人因他而变成了被见, 有多少尊贵的人因他而变成了被淘汰,而是万恶之源,是一切恶心之钥匙。 牧生曾祝福阿部泰格说,你不要饮酒,酒人然是万恶之源。 据欺毒和善言是教育、道德、社会和经济不断不化的原因之一, 此外它也是造成各种身体疾病的一个原因。 比如,教育症、养育症、心理疾症、记忆阻碍、健忘症、内心、自闭、精伤和精神分裂的激胆、心理和治理阻碍。 因此,我们必须抵抗这种致命的危险,通过洗涂和善言,而刺害年轻人就是摧残国家的势力, 削弱国力破坏高山的价值观和美好的品德。 所以,一旦陷入洗涂的罗网,就会从高山的人变成了危险的人。 他可以逃到或杀人,也可以为了得到麻醉品而出卖自己的宗教。 所以这样做,所以只有危险吸取了离职的人一样, 以上这些都属于毒品的危险性,因此我们应该建立全家吸毒者, 这是为了保护他免造他自身罪恶的危险, 也为了保护他家庭和社会免造他的危害。 每一个人都承担器对我们的年轻人和儿童的责任, 从发挥家庭应有教育作用开始, 到学校和大学都应该发挥的教育作用, 在道宗教机构和各类传媒机构, 以免我们的年轻人陷入毒品和上瘾的淫滩之中, 因为毒品和上瘾的危险性是极大的, 其大家使我们的年轻人吸取了理智, 新鲜健康早到破坏金钱和财产面受损失, 因此让我们团结起来共同的培养处, 拥有美好、品德、具有自我发展、 与进步能力的,能够真正的面前的意识到 祖国所面临的危险的一带经营。 我说了以上这些, 求阿拉顺扰我和你们。 一切赞颂全归金主, 众世众世界的主, 求阿拉赐福于他的使者, 及其家属和弟子。 各位穆斯林, 并者是今年的节水舟, 所以让我们提醒, 自己集起来水这恩惠。 他是阿拉赐予我们的最大的恩贞之一, 水是生命和生活的器缘, 是发展的和繁荣的最重要的来源, 阿拉说我用水传作一切生物, 难道他们不行吗? 又说你看大地是不毛的, 当我施予于水建议大地的时候, 它就活动和平常, 而生出各种美丽的植物。 伊斯兰非常忠实水这一恩惠, 并命令我们不要浪费水, 阿拉把浪费水作为一种不义的行为, 是侵犯他人的权利的一种形式。 一位圣明弟子的来见穆罕默德, 来见穆姓, 请求做小金的方法, 穆姓给他亲自做示范, 每一个人部分准洗三遍, 然后穆姓说这只有小金谁对此增加, 谁确认感觉过分和不义了。 圣明弟子从塞尔德上边经过, 塞尔德正在做小金, 穆姓说, 塞尔德尔, 你怎么这样浪费吗? 塞尔德尔说, 做小金也有浪费吗? 穆姓说, 是的, 总让你在流河边的做小金, 也要节约用水。 伊斯兰教签调水是国家和人类的财富, 因此不允许侵犯每一个人对水的权利。 穆姓说, 三种事物为穆斯林的大众所供用草、水和火。 穆姓非常重视水, 他说, 只有一个人决一口井, 那么人或动物或肥脑所喝的都是他的食舍, 直到复生日。 穆姓说, 人民回应期间是尔德尔回报, 即使他归正还能获得回报。 教授知识, 树增河流, 挖掘水晶, 种植也早建立清净寺, 留下一部分姑娘亲, 或留下一个孩子, 为他祈求阿拉的殊扰。 最后, 我们有前提到的是, 无人水或者浪费水, 都属于阿拉所尽尽的作恶行为。 阿拉说, 在开山地法之后, 你们不要在地法上作恶。 每一滴水都当同于生命, 浪费水就是浪费必须保存的重要资产, 因此我们都应该珍惜这种恩惠, 因为珍惜和感应是 阿拉必须对我们恩赏加恩的一个原因。 阿拉说, 当时你们的主曾宣布说, 如果你们看些事, 我势必对你们恩赏加恩。 求阿拉把保佑阿基, 其他的人民, 他的年轻人, 他的军队和他的财富, 并祈求阿拉保佑阿基免于各种患难。